136的標題是普通聖 Denge因為新年阿莎搶了他功勞很沮喪 他來需要喚醒的地方 後面有人向他搭話 說你穿的是電巨人衣服嗎? 現在要穿電巨人的攻擊都是從阿莎那邊搶來的 如果這是真的你還要穿著電巨人衣服嗎? 這上面就等於印了加一整個圖案 會這樣說也是奇怪 電巨人的攻擊也不是只有這幾次啊 他在阿莎活躍之前就有很多成績了不是嗎? 這個不會又是KIGA在帶風向吧 這時候後面有一個電巨人支持者聽到 他把Denge也誤認成貶低電巨人的人 只一拳就揍了下去 Annie也是衰 他就是因為功勞被搶才沮喪 結果還被人當著面講這件事情 後來那個電巨人支持者 誤認Denge也在說電巨人的壞話 然後莫名其妙就被打了一拳 事實上Denge穿著電巨人衣服 跟他支不支持電巨人無關 只是因為他就是電巨人本人而已 事後Denge被叫到導師室 老實說他這樣會被退學 老實統計沒有父母的小孩動不動就去打了 這到底是哪來的偏見 他都像是在打人的話就要給你紅牌了 原來Denge他還手 因為前面那個偏見 老實認為就是Denge的錯 這裡Denge也沒有給自己辯解就離開了 出來後吉田就過來跟他說 聽說你把對方打到送醫院 剛才對方是被打人殘 Denge說他只是打斷對方一顆牙 感覺聽起來就不是 吉田說普通高中生也是會打架的 他不是很清楚就是了 為什麼他要多講這一句 而且也很奇怪 這不是很正常嗎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高中生 還是他轉來的錢是什麼經營學校 每個同學都乖乖的 不過他這裡也是很樂見Denge做高中生會做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這句也是很乖 他說翹哥出一玩的話 就會變成普通高中生嗎 我明白吉田是想要讓Denge過普通生 但他怎麼會用這種講法 應該說我們翹哥吧 這也是普通高中生會做的事情 這會讓你覺得吉田你真的是人類嗎 兩人來到電影院 吉田說就算有翹哥的罪惡感 但也不是那麼有趣 這聽起來是他第一次這麼做 但怎麼可能 他之前就有翹哥明明學校不是嗎 還是說他之前每去學校都會去工作 可是現在也算是工作吧 但Denge過普通生活不是嗎 他是講給Denge聽自己翹哥的感想 不是說現在的感覺 這裡看起來也確實是跟Denge說 因為Denge要他電影播放時不要說話 吉田說大家都病難去了 我會招惹其他人困擾 但也目前有一個惡魔的屍體 原來32分鐘前電影院出現一個惡魔 待不到2分鐘就被巡邏的惡魔獵人處理掉了 現在就等著回收屍體而已 吉田對Denge說 就算沒有電劇人也可以解決問題 你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 就算沒有你 世界也不會滅亡 這是不是在暗示什麼 沒有電劇人 世界才不會滅亡嗎 因為他們做了那麼多事情 一定都跟預言有關 還有這裡老師是不是也想告訴我 女主角Asa才是第二部的重點 這次有一個人來了 是個女的 吉田說班上有一個人想跟你約會 他付了介紹 吉田叫他好好加油 Denge說這也是普通生活嗎 吉田回答他 沒錯 這個女的坐在Denge旁邊 但是Denge太沮喪了 她說我很優秀 可是今天沒辦法告訴你 她現在已經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她只想一個人靜一靜 沒想到突然那個女的 直接伸手過去摸了Denge的GG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正面 不僅僅是人還是惡魔 或者說是魔人 但應該不是高中生就是了 吉田的翹克很明顯就是為了這一處 加上先前Asa的事情 吉田知道Denge會被影響 這裡直接就找了個妹子來誘惑她 讓她可以轉移注意力 不要再想電劇人的事情 同時也達到吉田想要的普通生活 最後旁邊寫的是陷阱還是好意 我想這兩個都是吧